今天这个故事不得了 为什么 今天咱们要从说谁开始讲 常听江湖故事的老哥们 对这个人物绝对不能陌生 不是别人 当年说长春巴里铺的大理小子 李玉良 我先问问老哥们 这个人物大伙是不都知道 说小贤在96年 跟李玉良之间 发生了一个不可逆转的 不可他妈解决的 这么一个恩怨 时间呢 来到了1996年的9月初 很多老哥也知道 自打他妈94年 大理小子帮着赵三 打死当时南瓜那位人以后 说白了哥 有点亡命天涯的感觉 跑了 跑了 跑南方去了 他属于一直在逃 但是你看 95年之后 被当时的阿刺给抓住了 但是咋的 他认识个大哥 叫池韵 池道得池 运气得运 哎 叫池韵 实力不容小运 挺有能力的大哥 也是说多方策划吧 帮着大理小子 属于说他们给跑了 劫发场了 说你看 自打95年 自打95年他越狱以后 就属于一直在逃 不敢回长村 一直给南方待着 但你看 活着得需要命啊 他没有来迁道 说山生吧 害他们有命名 到哪去也不方便 思来想去的 说你看啊 在这个1996年的9月初 大理小子一个 吴湛江一个 丁百合一个 于兴航一个 哎 这几个兄弟 说咋的哥 从当时的海南干回来了 也属于说秘密的 潜回长村 而且说这几个小子 你看哥 这次回来以后 准备在长村 开始大干 那么你看 这个时间段 咱们的故事就来了 话说呀 1996年的9月初 大理小子 带领着自个身边的 四个兄弟 就他妈五个人 多一个人没有 他也没有钱 招兵买马啥的 说你看 秘密的潜回到 巴里铺来 老房子都在 很多长村 本地的大哥 也都知道 那巴里铺 过去是啥地方呢 那就他妈老农村 哎 贼偏僻 贼他妈困那个地方 而且有句老话叫 好女不嫁巴里铺 为什么有这句话 因为过去的巴里铺 一是穷 二一个 那地方产流氓 基本上说 长村的好流氓 全是巴里铺出来的 好男不娶桃 好女不嫁巴里铺 桃远路说白的啥 烟花之地 说你看啊 这五个小子 往回这一来 回到当时自个家里 这个老房子 说白了哥 那都穷得盯档的 哎 五个人凑巴一桌 连他妈五百块钱 拿不出来 哥家里边 说你看咋的 这五个小子 买了点熟食 买了点花生米 因为赶了两天的路 从海南坐火车 干回来的 买点白酒 搁家里边的小炕桌上 你说这桌面上 一织巴上 都他妈丑去 说你看 大理小子本身 长得就个高 他大名叫李玉良 脑袋大 胳膊大 腿大 哪哪都大 就这么的 得了个外号 叫大理小子 长得挺魁梧的 哎 挺魁事 他当时坐边上 你说丁百合这一丑他吧 他脑袋挺好使 丁百合 寻思一寻思 说小哥 他们都管大理小子 叫小哥 小哥 说你看 大伙从那么海南 也干回来了 这以后长春 咋去吧整啊 啊 说不好听的 现在咱们吃这顿 下顿都不知道吃啥 以后咋混呢 说你看 大理小子搁这也犯愁 大伙都搁这 虽说吃着喝着 但是心里边难受啊 说你看李玉良 寻思一寻思 说这么的 我就问你们 哥几个一句话 说你们几个 是不是实打实的 跟着我大理小子 一块混 如果都是实心实意的话 我指定啊 我带着你们 咱把这个事 给他干大了 但是咱 他们得把话说明白 说你看 我身上有命命 你们几个身上 都比较干净 愿意留下的 咱打今天开始 咱以后不走了 咱就留在长村 说如果觉得害怕 说我大理小子 身上有命命 怕连累到你自己 你们不想跟着我 乐意走的 你们就走 哎 咱以后还是哥们 我也不挑你们 说你看 丁百合 李春国 哎 于兴航 吴战江 他们几个一丑 小哥 说你看 这话说的 不见外了吗 咱谁也不走 啊 一起都就回来了 跟着你玩 你咋说咋事 你指哪 咱们就干的 那行 说你们四个都有这想法就行 我多了不说了 妈 咱们今天晚上吃完饭 大伙早点睡 完之后呢 咱们回来这个消息吧 暂时跟谁都不要说 尤其家里边爹妈父母啥的 都不能提 我明天找那谁去 大伙都瞅 说找谁哥 哎 丁百合也问 说哥找谁呀 我找池运去 哥 说你看咱们现在这比样 身上他妈还有命命 找池运 池运能管咱们吗 试试呗 反正现在他妈咱也活不起了 啊 不行的话 咱就他妈跟池运混 反正话我也会说 你们别管了 我既然当你们大哥了 哎 我就得拿出这个本事来 你们赶紧抓紧吃饭 吃完饭睡觉 明天这个事我去办去 你说这哥四个一瞅 彼此之间吧 心里边都不抱啥希望 因为都知道持运脑袋快 有钱 大伙第一瞅 那行吧 都没说啥 眼瞅着 说来到第二天了 大理小子早上九点来中 谁都没戴 哎 自个一个人戴个帽子 外边披个有点类似于说 破破烂烂的 老衬衫 套外边的 怕别人认出来 打巴里铺除了 打个出租车 直奔二道 哎 地方叫啥呢 长春拓展实业有限公司 这是持运的买卖 你说大理小子往门口这一站 灯喝的 白了固台的 啊 门口俩保安之丑的 你找谁啊 说哥们 我问一下哦 那个持运持董事长在不在 你找我们老板呢 有预约吗 没有预约不让进啊 说你看哥们 你跟老板说一声呗 你跟他说 你说小子回来了 哎 小子找他来了 有点事跟他说 让他无论如何 见我一面 小子 怎么起这么个名呢 你等会啊 我打个电话去 人这边保安 回保安室 啪这一个电话 喂 哎老板 我我我楼下那个保安 哎 我小赵 楼下来个人啊 长得挺高 大个子 胖子乎的 他叫我跟你说呀 小子回来了 想跟你见一面 说你看这边持运这一听啊 小子 买个小子 你等会老板啊 我问问 你说往门口这一伸脑的 你哪个小子 大理小子寻思一寻思 你告诉他 玉良回来了 老板呢 他说叫玉良 玉良 你这么得来 你让他憋他们从正门进 从后门进啊 你领着他来 别让别人知道了啊 从后门进来 坐电梯 直接上我办公室 行 哎 那好老板 啪这一撂 你跟我走吧 老板说了啊 领你从后门进去 小哥跟着保安 打后门 棒棒进来了 你能临熟 browse 痣 我很容易 胖 心 做音 projecting 粘子